嗨 大家好 這裡是月世界 這次想要討論一下 就是有關於這次 不管海軍出的包 或者是他們後續處理的方式 我真的覺得很令人匪夷所思 一開始他們說 打贏役的人數 他們爆的人數 到後來被爆要的人數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一開始說戴口罩 後來被人家影片拿出來之後 又發現其實沒有戴口罩 隔天出來又出來道歉 其實當然在有當過兵的人來講 其實軍中有很多事情是 不可告知 也是一種不可以去被 一些資訊不可以外露外接的一些問題 那他同樣也是個弊病 就變成說 可能下面的人想要 往上承報 但是被 可能 我只能說可能 被上面的人所 給 擠壓下來 所以我覺得說 不管說像上次的私煙案 或者是說這一次 希望不要再有 那種 比較低階的官兵出來受罪 那他們可能也有苦難言 我覺得 該負責任的人 應該就要出來負責任去 做好這件事情 然後 其實我覺得也很扯啦 你挑 你說你後來發現他們有問題 然後你居然挑 挑的集合點 要讓 讓救火車衝進去 到一中的校園裡面 你有想到一中到底有多少的人 觀光客 或者是一些學生嗎 那這樣會導致疫情破口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 這個是順時鐘嗎 我看也是很大的逆時鐘吧 那很多事情是不做評論 因為我覺得說 反正事情已經發生了 再怎麼樣去評論他 或者是檢討他 意義都不存在喔 現在眼下最重要的點應該是說 那些 染疫的士兵 或者是他們的祖籍 應該被 應該被大眾所知道 然後如果大家有經過 或者是說 需要去做隔離的人 那就要盡早去做好隔離 不要因為這一次的疏忽 其實前面大家都做得不錯 不要因為這一次的疏忽 導致破口出現 然後就像潰堤式一樣的 整個崩瀉了下來 這樣也是很恐怖的 發含說現在其實有 陳時中部長也在提到說 是否要進行封城的階段 我覺得其實所有的事情 應該都要先被考慮跟檢討 那封城之後 後續應該怎麼去做 還是需要去討論 那最近吵得沸沸揚揚的 那些不管說 他是到一中也好 或者是說到一些 比較人多的地點 然後集合那些士兵 然後那些車子沒辦法進去 導致又被趕了出去 那些人又在外面先晃 然後也有可能帶著那些病毒到處跑 然後那些人 那些病毒又被其他人帶著 帶著去別的地方 這所有的東西其實 以前我們覺得 這種東西在電影上演 然後覺得說 沒有什麼太大的所謂 反正電影看完就結束了 但是現在的問題在於說 這一次是搏命了 是真正有問題的 而且 只要染上新冠肺炎 加上你是重症 其實這是不可逆 不可逆是裡面其中 很恐怖的兩項之一 一種是死亡 那一種就是不可逆 它肺浸潤之後 會導致你的肺部積水 然後可能 其實詳細的狀況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知道說 透過這樣的情形的話 如果你已經達到有重症的結果 你可能之後連走路都會呼吸困難 那現在已經 開始出現一些 嗅覺跟味覺喪失的情況發生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件 很嚴重很嚴重的事情 大家必須正視跟 正視它啦 那不管怎麼樣 那些事情已經發生了 多餘的責備或責難 其實都沒有太大意義可言 那我也覺得說 我們現在應該做的是說 如何把防疫做得更好 然後讓大家可以安全的 在生活 那之後還會有五一連假的現象產生 嘿 那是不是說 大家應該要 就是如果可以盡量待在家裡 那就避免出去外面做群聚 因為其實之前零確診的時候發現 其實一中的人真的是爆多 我嚇死了 然後那個 我看新聞西門町 聽說人 人員減少了非常多 其實西門町也很多國外的遊客 那現在因為 疫情關係 國外遊客也沒有再進來 那西門町應該都是一些年輕人的地方 那台北就 已經那麼戒慌恐了 台中居然 居然如此了 有時候覺得說 疫情到現在來講 不管說是人為做得很好 或者說台灣的運氣真的很好 其實大家都應該去珍惜 疫情目前對台灣造成衝擊沒有那麼大 讓台灣有機會可以先做一些超前部署的部分 那我們也要防止說 萬一到時候真的潰堤的情況之下 到底要如何去應對 那也希望說 呃 石中部長 繼續帶領著大家 然後把這個 疫情給穩穩的控制住 然後不要 發生太多意外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做配合 那 各位 厲害的鍵盤手 偉大的鍵盤手 呃 我覺得說 不管 怎麼樣啊 我覺得就是 呃 放過那些 官兵吧 那讓 這件事情其實 當然 知道被檢討的地方還是很多 那我覺得還是先把疫情給顧好 那過程之後 需要被檢討的 那應該 就要有人出來去做一些 整個重點的盤整 跟 他其實就是 過去就是一件歷史 那歷史 當然就是拿來做接近用 那就是說 如何在避免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我覺得這個 這個倒是比較重要 那他當成我們接近之後 不一定有時候不一定是軍方 的 破口 也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破口 有些東西是 你 你想講 又講不出口 或許也會發生在 特定的一些地方出現 那其實 應該如何去避免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 面臨 呃 這個 海上艦隊 他們為何 執意要出去 然後又造成一些 呃 嚴重的破口 然後導致一些 疫情有擴散的現象發生 我覺得說 這個事情 倒是我們必須要去檢討 跟了解 那與其 與其現在大家瘋狂的去罵他 或者是說什麼 其實我覺得意義性都不大 不管 當然 該 該抓到話題的 還是會有人想要去 針對這個話題去 嗯 加以評斷啊 那 當然 有好有壞啦 我覺得有好有壞 因為你 畢竟做錯還是要接受公審啊 其實 呃 軍方也 也算是 也算是 呃 代表人物吧 那他們 該遵守嚴格的紀律 當然是其實那些官兵也很無辜啦 因為他可能放假 他們也很辛苦嘛 那 當過病的都知道 有些在軍中是非常的 嗯 枯燥乏味啊 更何況他在海上 那 其實他們在那個密閉的空間上面生活 其實也是不容易啊 大家必須要多看到 其他面向 然後 呃 反正事情已經發生了 檢討是必須 只是說 不要太過於去苛責他們 那 事後應該要怎麼樣去追究 還是要去追究 那 目前最重要還是希望 防疫這關大家可以一起挺過去 那 台灣加油 中華皮革加油 那我影片到到 先到這裡結束 那 也希望說大家就是 停止 討伐那些人 又把 空間跟時間留給那個 防疫的部分 那讓大家可以在防疫的這段期間 好好度過 因為疫苗 要出來的 問世的時間 還要一段時間 那這段時間 大家必須 共體時間的度過 眼下最重要不只有 疫苗的問題 還有很多人 失業 然後一些 社會上的層面問題 會不斷的產生跟衍生 那 希望大家 呃 有能力的 就 就互相幫助 那如果你遇到 身邊 朋友困難 他真的是過不下去 過不下去 你在有能力的 那個 溝通 跟協調 那 長了嘴巴 就是要我們來去做溝通 跟協調的部分 而不是只有用手 或是用謾罵的部分 去解決 那些問題 你罵了其實問題也沒辦法解決 那 我覺得說還是要去正式面對問題的核心在哪裡 而不是做一些天坡生亂的問題 導致一些彼此間對立跟仇視也好 其實 大家 我們在裡面這邊 說個不好聽一點 對岸也很高興 然後他也會在那邊欣奉住 讓我們何苦讓自己的人 互相 互打自己的嘴巴 我覺得這樣也是不太好 那希望 看了這支影片的人 呃 有這樣的感想 或有這樣的想法 那 也希望如果你有其他不同的想法跟意見 也可以再 先別先別先別 留給我看 因為 我們其實 也不是玩人 那我們很多東西 看法跟想法 思維的部分 也沒有辦法說很完善 那也是希望說 透過多溝通跟了解的方式 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完善更完美 那也祝福大家 感謝大家 掰掰